据澎湃新闻报道,根据59岁沙特级专栏作家,贾麦雷贾书吉,这某可说这位婚妻的描述,当贾书吉10月2日,再度派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馆时,他的神情与状态未见任何一样,毕竟,他数日前的首次照顽,并未受到任何刁难,领馆工作人员态度积极,并承诺将为他准备好结婚,所需的身份证明。 贾书吉计划着,在拿到正名后的第二天,就与土耳其机卫婚妻登记结婚,而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新闻入的公寓,还等着新家具来装点。 然而,在这座警卫三年的领馆大楼中,等待卡书吉的确实生命的七分钟,外面七分钟北枝节,据半岛电视台10月17日报道, 土耳其消息人士透露,有证据表明卡书吉是月2月进入领馆后不久,就在总领事穆罕默德奥塔比、Mohammed A.L.T.B.的办公室内被杀害,并被肢解。 报道着,根据土耳其当局掌握的音频记录,卡书吉在遇害前,并未接受所谓的审讯,但遭到了侮辱和殴打。 当时,沙特驻伊斯坦布尔总领事奥塔比也在现场,随后,奥塔比被要求离开办公室。 来自沙特的解脱和验尸专家,法拉赫穆·汉默德·塔比吉,Sala Mohamed A.T.B.的对机进行了之前,这一过程持续了七分钟。 塔比吉是土耳其方面公布的社群参与卡书吉案的15人,艾莎嫂的成员之一。 他们被曝,与卡书吉失踪,当日分成两架私人飞机,抵达伊斯坦布尔·阿达图克机场,在卡书吉之前进入了沙特领馆。 当天,尽管预定了领馆附近的酒店,但他们并未过夜,而是分别于傍晚和晚间乘坐两架飞机经由埃及和艾联球转机返回沙特,去《纽约士报》披露,塔比吉等人入境时,还携带了一把古具。 录音证据尚未公布,17日,总部位于伦多尔的网络媒体,钟东眼,援引土耳其消息人士,在卡书吉生命的最后气氛中补充了更多细节。 报道员引一名自称完整听了卡书吉人声最后时刻录音的土耳其调查人员的话证。 卡书吉当时被人从总领事办公室拖夜,到隔壁的书房的桌子上,一名正在楼下的领馆内人员随即听到了可怕的尖叫声。 总领事随后被带出了房间,消息人士称,随后,卡书吉被注射了一种未知物质,尖叫声随即停止。 报道员,一段长达三分钟的录音,已经提供给了土耳其实际政府立场的媒体沙巴日报。 但该媒体尚未将其公布,卡书吉失踪案曝光后,土耳其媒体最早报道称,调查人员认为卡书吉在沙克民馆内被杀害并遭到肢解,并趁土耳其当局已掌握了相关影音和视频证据。 10月15日,土耳其调查人员携带先进遗迹,首次进入领馆,进行了长达9个小时的调查,随后趁领馆大楼内一份刷一新,但仍有证据可以证实卡书吉在领馆内一死亡。 随后,土耳其调查人员将调查范围延展到了距离领馆不远处的总领事奥塔比的住所,但聚办到电视台车,由于沙特方面拒绝为调查人员开放领事住所的内部大门。 土耳其,安全部门16日晚间中指的对沙特联市住所的调查,而早在调查人员抵达住所前,奥塔比已乘飞机返回利亚德。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